大家好,欢迎来到阳光故事屋,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故事,名字叫做《献宫巧断一期爱夫案》。 古事后,都梁山下有一个吴家村,房前屋后到处盛开着色彩斑斓的喧花。 那风吹哭,沁人心疲,一个瘦碎的小女孩,夺置一人在房前的花床中袭戏。 小女孩名叫洪玉,听到小贩的吆喝声,她停了下来,急急忙忙地跑回家中,洪玉摇晃着母亲的胳膊,希望母亲能给她买块糖吃。 翠林停下了手中的针线壶,抬头向院外望去,直见一个麦腾的正在在她家门前。 翠林看出女孩擦了擦眼角的绿水,家里实在街居,若不是如此,她又何尝不想给女孩买块糖吃了。 父亲吴大勇在屋里听到女孩的吵闹声,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 到了晚上,吴大勇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了,她跟妻子商量着,想独自一人,外出谋生。 翠林想到家里的莲母宝田,难以维持生计,无赖之下,只好点头答应了。 第二天,翠林为丈夫做了两张饼,吴大勇把饼揣入怀中,一家山口插着眼泪,依依不舍地分别。 这场景看上去真是让人感到心酸。 吴大勇一路上风掺露书,靠着步行走到了松江府,他出来闸道也没有一记之长,就在一个酒店里做起了火机。 有一天,他送出了最后一桌客人,正准备关门打烊。 正在这时,他发现桌子上有一个布袋,里面装着艾伯良银子。 这艾伯良银子对吴大勇来说,可是个天文数字,虽然他没有钱,但是他学深知丢银子之人,肯定会焦虑不安。 关好了店门,他坐在门口等待施主。 半个时辰后,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子来到了吴大勇的面前,说起了自己丢失银两之事。 吴大勇天文赶尽将银子递给了他。 男子名叫田文顿,在镇上做丝绸生意,因为最近生意不景气,资金周转空难。 所以,他向朋友借来艾伯良银子,为了表达谢意,他请朋友来店里喝酒。 没曾想,喝得有点多了,离开酒馆之时,竟然忘记了拿上银子。 田文顿是一个豪爽将义气之人。 他看到施爱福德的银子,拿出了五辆地给吴大勇六表心意,不要却为他蜿蜒谢绝了。 转眼间,一年过去了,吴大勇想念家中的妻子和女儿。 于是就和刘掌柜请了假,带上一年展现的辛苦钱,高高兴兴的王家总。 有一天,他走在一条相应小路上,方圆石里,没见到人影,这让他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脚步。 可是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,实际两个门面大汉,首次大刀,从树林中窜了出来。 两人不但打伤了吴大勇,而且还将他所带的财物抢劫一空。 吴大勇躺在地上,不能动叹,看着满身的宣泄,他欲哭无泪。 他艰难地从衣服上撕下一块布,恐在腿上直起。 不知过了多久,一阵悦的铃铛声,让吴大勇变得兴奋起来。 马车在吴大勇面前停了下来,好心的商人将他扶上了马车。 聊天中,得知商人要去松江府进户,吴大勇别无选择,只好跟着马车又返回了松江。 马车在酒馆门前停下,吴大勇在商人的搀扶下又回到了店中。 刘掌柜看到可怜的吴大勇带着钱走的,如今求带着满身的伤回来了,心中也充满了同情。 他赶紧出去,请来了大夫给他医治。 两个月后,吴大勇的身体终于康复了,接下来的日子里,他只好靠打工厂还留掌柜,为自己垫付的医药费。 这半年,吴大勇算是白干了,他手里一分钱没有斩下。 有一天,田文顿和朋友来酒馆喝酒。 他看到了多日未见的吴大勇,两人就聊起天来。 田文顿得知了吴大勇的遭遇。 吴大勇对他说道,兄弟的大恩,我还未曾报答,如果你不嫌弃,我愿意带你一同经商。 吴大勇笑着回答道,大哥的心意我领了,但是刘掌柜对我有恩,现在我不能弃他而去。 听闻此言,田文顿对吴大勇的人品就更加敬佩了。 一年后,刘掌柜的酒馆不幸遭遇了大火。 无赖之下,刘掌柜只好解散了店里的火机。 吴大勇带着近身的无量影子,告别了刘掌柜。 他准备找个房子,先住下来,再着打算。 不料,第二天,田文顿早上门来。 他让吴大勇跟着自己学经商。 两年后,田文顿见他完全可以独当一面了,就支住了吴大勇一些银制,让他独自经营了起来。 吴大勇聪明又肯吃苦,生意做得是红红火虎。 两年后,终于攒下了不少银制。 这时的吴大勇终于可以一锦还乡了。 他快马加鞭,年夜赶回了家,可是来到家中一看。 顿时满目凄凉,房子早已破旧不堪,院子里长满了闸草。 这时,邻居三少看到了吴大勇,高兴地说道, 真没想到,你还活着啊。 我们大家都以为你早已不在人世了,你的妻子已经改嫁一年了,红玉都已经十多岁了。 三少的话,犹如五雷轰顶。 吴大勇似乎突然才意识到,自己已经离家六年多了。 从三少的口中得知,他的妻子翠莲已经嫁给了林聪的孙爱宝。 于是,吴大勇敲开了孙爱宝家的大门。 门打开了,妻子翠莲走了出来。 他看到吴大勇后,喜极而泣。 自从丈夫离开了家,他独自一人,带着红玉。 生活的艰难,不言而喻,邻居们三番五式地劝他改嫁,他都拒绝了。 眼看着丈夫回来无望,他这才下定决心,带着女儿嫁给了孙爱宝。 令他意想不到的是,吴大勇没有使,他竟然又回来了。 孙爱宝听到两人的叹话,从屋子里走了出来。 他明白了事情的缘由后,拉着翠莲就要进屋,不料却被吴大勇拦住了。 红玉听到争吵声,从屋里跑了出来。 吴大勇看到红玉抱头痛哭。 红玉被这突如其来的状况吓傻了。 就这样,几个人救去了县衙,这个案子却是让县老爷犯了难。 县老爷征求翠莲的意见。 翠莲面对爱人,也不知该如何选择。 不知为何,县老爷突然脸色大变,大声吼道。 这个事情吴大勇和孙爱宝都没有错,要怪就只能怪翠莲,你给老爷我出了个难题。 今天,先把你关进大牢,等明天判决吧。 第二天,吴大勇和孙爱宝准时来到了大堂,现老爷叹了口气。 说道,都怪老爷我昨天一时糊涂,把翠莲关进了淤州。 没曾想,他性质如此刚烈,昨晚竟然自杀了。 话音未落,两个牙医将翠莲的尸体抬到了大堂之上。 直见他身上沾满了血迹,吴大勇看着妻子私生痛哭。 孙爱宝也伤心难过地流下了泪血。 现在也说道,事宜致尺,你们爱人商量一下,看谁愿意给翠莲处理后事吧。 孙爱宝说道,既然翠莲和吴大勇是揭发夫妻,那翠莲的尸体还是由他来安葬吧。 吴大勇气不成声地说,我对不起翠莲,活着的时候,我没能让他跟着我想夫,现在他医生,我定会将他后仗。 孙爱宝听闻此言,转身走出了大堂。 现在也看着孙爱宝离弃的背影,笑着说道,翠莲,赶紧起来,跟吴大勇回家去吧。 这时之间,翠莲缓缓地住了起来。 吴大勇看到眼前的意气,顿时明白了过来,他跪着地上,给翠莲祸起了头。 多亏了聪明的翠莲,这才让他吴大勇有了一个完整的家。 睿智的翠莲,帮助翠莲找到了真爱。 不得不说,这一招真的很卵心啊。 现关巧断一期爱富岸,这个故事阳光就比大家讲完了。 谢谢朋友们的关注和点赞,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 谢谢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